先了解一下P5JS P5JS是做什麼用的 是Creative Coding 讓你可以針對 創意來做程式設計 它專門給設計師啊 藝術家啊 教育者啊 初學者 初學者也是可以的 我就簡單介紹一下這個界面 P5JS的界面 左邊這邊呢 它是 讓你寫 程式的地方 然後這麼一個箭頭 這邊一按 其實這個 它不是只有一個檔案 它是有三個檔案的 還記得剛剛講的嗎 在網頁上面 顯示 畫面在瀏覽器上面呈現 都需要三個檔案 HTML JS跟CSS 以這個來說CSS它根本就沒有什麼 你也可以 其實你可以把它全部用空 你也可以不用有CSS HTML 稍微比較重要一點 好 進來了 首先呢 我們會叫的東西是什麼 我們只要去P5JS的網站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很重要 如果你要學一個 創意編程的話呢 它的官方的網站非常重要 例如說它這邊就有一個Get Started 你要開始做的時候你要做什麼事情 它就教你說你可以直接去我的Web Editor 來開始用 所以呢 HTML就會長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網站 顯得就很重要了 所以它這邊就教你 這個地方先揉P5JS Framework 或是Library 都可以 好 然後呢 在Body這邊 Body這邊是要做成像在你畫面的東西 然後我們這邊一樣是揉Sketch.js 所以Sketch.js在這邊 我要揉這個東西 還有一些可以看的就是 這邊有一個Play鍵 Play鍵就是 讓你在右邊的Preview的界面 可以看到結果 這個停止鍵就把它中止起來 按播放 就會看到你的Sketch.js的結果 Define是什麼 定義啊 就是在JavaScript裡面呢 它很方便的是 你可以去定義 例如說 因為到時候假設你要讓 假設我們現在有一個目的好了 我有一個目標 很簡單的目標 我想要在畫面上面 畫一個圓形 然後讓它可以一直往右邊走 畫一個圓形一直往右邊走 那這個時候我需要什麼 我需要 它往右邊走 就是需要知道它的X的坐標 對不對 X的坐標 然後後面可以加分號 其實也可以不加分號 現在的JavaScript已經有一點 就是可以幫助你防災 基本上如果我們寫程式寫比較久 它有效 像這件事情叫Define 我們Define的一個XX 這個變數名稱 這個名稱可以ABC 可以是XX 可以是 但是我強烈建議 強烈建議這個東西 它是要讓你未來 可能兩個禮拜三個禮拜 一個月都知道它是什麼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 我們可以設定是 Object的 物件的X 這樣子 物件的X 定義 我們現在這個東西就是要定義 Net 定義變數名稱 然後 這個變數名稱叫做 Object X 所以這可以叫任何東西 可以叫XX 可以叫AA 可以叫BB 可以叫CC 好這就是定義 定義一個變數 好 Assign 我們要給它一個值 因為 我們剛才講了 我們要讓目標 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兩個斜線 是註解 是JavaScript的註解 的註解 所以我後面這邊打 斜線斜線 然後後面打任何東西 它都不會理我 因為它就知道說這個東西 後面都是註解 通常註解都會變 灰色的 好再來就是 ObjectX 那我要讓它 從畫面的左邊到右邊 那最左邊是什麼 最左邊呢 畫面的最左邊就是0 這樣子就是 例如說我ObjectX 因為ObjectX就是要放它的那個 橫移的座標 橫移的座標 所以 我給它出史值 就是我assign 給它一個出史值 OK Printing Console Lock 就是可以在下面這個叫做Console Console Lock 就是一個日誌 就是你要print什麼東西出來 你要把 例如說我想要知道這個 那ObjectX是什麼東西 ObjectX是什麼東西 我就可以用Console Lock 然後括號裡面 把ObjectX放進去 會知道說它是0啦 因為我assign 我給它定一個0 然後給它10呢 看一下就看到 就是10 ObjectX等於10這樣 好再來就是Function Function怎麼翻中文呢 翻中文叫韓式 韓式會有點聽不懂 但你可以把它叫做功能 在JavaScreen裡面 Function就是 前面寫個Function 然後後面寫名稱 這個Function的名字 你也可以自己定義 這個你就在定義Function了 Function就是 你可以把一組功能寫進去 例如說這個功能就在這種 我這個功能是在print ObjectX 這樣 然後你按Play 它就不會print 為什麼 因為你這個是一個功能 這一組功能在這邊 那你沒有呼叫它 Function需要被呼叫 Function需要被呼叫 好 例如說怎麼呼叫呢 需要給它名字 呼叫誰 對不對 呼叫誰 print something 這樣 這樣 有了 又print0出來了 那我這邊就不要叫print something 我叫它叫print objectX X 我print object也是會有東西嗎 不會 它告訴我了 它說出錯了 出錯了 print objectX is not defined 你要定義 我的定義 定義Function not defined 好 所以我們這個名稱要記得是對的 這樣我就 define 好不好 再來呢 setup跟draw Function setup 好那我這邊也print一下 就搞不好 那我們這個不print 你說欸 那這樣不就不會print objects嗎 那現在這樣的時候 會print 為什麼 它是預設 就會 執行的 然後只執行一次 預設會執行 只執行一次 所以我這個時候按下play的時候 這邊出現0 object extended 好 再來 還有一個是draw 我剛才寫draw Function draw setup 結束後 它是一個邏輯性 還是一個 電腦其實它就是一個你叫我做什麼 就做什麼 然後做完這個再做這個 做完這個再做這個 它是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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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的 所以 它就是你setup 做完之後 就會執行 然後 會不斷執行 例如說 我們把這個 剛才draw這裡 左邊這個34 它連續出現的34 就是連續34都是一樣的數 不斷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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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就是不斷的在執行 ok ok 找到了 好多 我們剛才的setup 有沒有在這裡面 有 結構的 跟結構有關的 還有一個preload preload 是在比setup更早之前 就是你可能要讀一些圖片 你怕畫面還沒出來的時候 他需要讀取啊 等等 你可能要preload 還有setup 還有draw 就你知道原來 原來大架構是這樣 還有好多呢 那所以我第一個 我需要先 創造一個畫布 create canvas create canvas 他這邊今天講說 裡面放兩個數字 一個是寬 一個是高 一個是寬 一個是高 他這邊會寫 好 寬跟高 我要多少 500500 好吧 ok 看不出來對不對 你不是create canvas了嗎 500500了嗎 他怎麼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 因為 沒有畫東西嘛 沒有畫東西出來 哇 要畫什麼 例如說 background 畫個背景 背景 在設定裡面 有個background 你在background裡面 可以這樣設定 好 我就可以設定一個 例如說 它裡面是放什麼 RGB 可以放 color的變數 可以放灰階 可以放三個 是RGB 然後你可以叫RGB color online 你可以去找 到底你最喜歡哪種顏色 這個RGB 222 23873 ok 222 23873 這樣 這樣這邊就會有一個 出現了 500x500 它的背景顏色是 RGB是 222 23873 ok 搞定 那畫圓呢 你要怎麼畫圓呢 全部在reference裡面 你要做什麼 就在reference裡面找 裡面就放什麼 第一個 circle裡面放三個參數 我這邊快速的補充一下 快速補充一下 例如說這個地方 我裡面是可以帶參數 例如說 這樣 int no let 然後我這邊就可以print pi s 這我們就不要print這個 我們就print object 然後這邊就可以一個 123 print print123 它print了123 對不對 print了123 為什麼 因為我這邊 它帶了參數 這個p a r m s 就是我這邊帶進去的參數 第一方選 然後 可 帶 參 數 ok 可以帶參數 所以我們這邊在畫circle的時候 這邊就可以帶參數 例如說我這邊要 20 20 然後 後面這個50是什麼呢 後面這個50是什麼 我畫了一個圓 在20 20的位置 然後它的 怎麼進 直進 直進吧 對不對 直進 直進50 ok 直進50啊 所以因為我直進50 我的半徑就是25 所以我這邊就會超出去一點點 所以我只要25 25它的上跟左就會切齊 對不對 ok切齊了 好那我不要啊 我想要在畫面中間 畫面中間 有沒有可能有畫面中間的這個參數 可以讓我用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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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 high 這是什麼 你可以讓我 它可以讓我知道 畫面的高度 ok 那我這邊就可以 它的y值 就可以 window high he he go window window 這個叫做window 這個視窗叫做window 但我的canvas的high呢 display嗎 還是這個 只要這樣就好了 沒錯 canvas的high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我只要這樣 這樣就可以了 旁邊叫enter 這樣就可以在canvas的中間了 ok 好 我們趕快 我們趕快讓這個球 往左邊往右邊移動 好不好 剛才的objectx 它是0 這個呢 我們就讓它 是它咯 它就是objectx ok 但是你覺得 你不想讓它 它到一半開始走 那我們就給它25嘛 對不對 初始值給它25 它就在這個地方 那我要怎麼讓它往右走 這個數值 如果它是變數 我就可以一直給它囉 對不對 我給它 50 到50了 500 到500了 那我怎麼讓它一直走 那就是它 等於 等於 objectx 加 5 這樣就會每一次加5 每一次加5 對不對 搞定 好 這個就是 最簡單一個動畫 那我們當然還可以有一些判斷式 比如說還有判斷式 我這邊沒有寫到判斷式 如果我的object 這也是用if 完之後用括號包起來 我的 x 大於 寬度的話呢 這可以用大括號把它包起來 objectx x 就等於25 25 之類 好 夠 喔 搞定 是不是 但是我們仔細看的話 它其實不乖 它還沒有超過這個畫面的時候 它就不見了 我這邊寫的是大於寬度 當然大大於寬度的話 它原心在這個地方 所以應該要加 它的 25 就是它的這個東西 它這個半徑 對不對 OK 再一次 嗯 它出去了 但是它出來的地方不對 它不應該是25 應該是-25 對不對 就是它就變成一個動畫 這就是最簡單的動畫的呈現 好不好 還有if else的部分 好 那我可以改圓的顏色 用fill填滿 填滿 我要在上面填什麼顏色 填黑的 好不好 這樣 OK 或者是我可以不要填 如果我只給一個的數值的話 它就是歸階啦 因為你看它有它有那個圓邊 我如果不想要那個黑邊 如果我不想要黑邊呢 我可以 no stroke stroke stroke是什麼意思 線嗎 是raw stroke 它就會 變成沒有線 OK 好 那這樣子就是 可以改顏色 可以改球的顏色 你可以改方形的顏色 你也可以讓它有沒有邊線 好不好 而這個object呢 objectx我可不可以把它改 改成我的mousex 好不好 這樣 這樣我就變成 可以互動了 用我的滑鼠 來跟這個球來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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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跟這個球來互動